用汽车的充电了 怎么样给我们的两楼的电动摩托车充电呢 跑长途在外面长途旅行 充电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呢 首先我们地图的导航搜索找到充电章 然后呢 这条视频给大家看完 纯净式的充电 然后现在我们今天呢 就不用直流了 用焦虑来充一下 首先把这个充电枪给它拔下来 插入到我们这个取电面板 直流交流都是没插的 然后就今天呢 好 插上了 然后扫这里的二维码 一般用绿色的小软件就可以了 开始充电 一般呢 我这也就12度电预付个20块钱也就可以了 他这个里一度电1块6 但是现在基本还有30%多的电 就在启动充电章 好 在它启动的同时 我们先把我们的充电器拿出来 大炮充电机啊 CC的 应该可以了 因为它交流的话 这两个灯它是不会亮的 所以直接插上就行 好 有情况 说明通电了 看一下它倒计时完之后啊 然后就可以连接了 把鞋拿过来 把鞋拿过来 这边电流我都也是调好的 40多岁的电流 因为现在呢 我们是明天打算去朝阪山所以呢 今天不应赶路 所以一个大炮开个40多岁电流 咱就足够 现在就已经充电了 给大家连上保护板看一下 好 现在44.7的电流压差了0.010 就花了 4547的容量 这个电池也就刚好66天 然后看一下大概要多久充满了 我们这边仪表上它是得解释到多久的时间 开机看一下 一块路的电说实话的不便宜 相对于说已经是比较贵的了 一个小时42分钟就充满电了 现在37% 正在充电 OK 没毛病 那就等一个小时40多分钟 充电的流程就这样 几分钟就能搞定 非常简单 或者说呢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取电面板 但是呢 也可以拿一个这样的取电器 直流交流 然后呢 差两台大炮的 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都有 包括华为大炮充电器 以及我们的电池 啊 都是能经得起 大电流充电 长续航的宁多时代电池 或者其他的你都可以选择 包括呢 转车的升级什么速度灯啊之类的 各种性能 都大家相信的我我可以来找我 就是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直流的充电招的 他电流最大只有7000瓦的一个功率 也就是说大概开个80 就是这个充电招的极限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里就写了7000瓦的一个功率 但是像这种的充电招他功率是很大的 一般100多安的电流直流电 有加性能源汽车充电也就几十分之充满了 这种电流很大 这种一般电流小所以很少用 这个充电 看这个充电